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周先生 我们上一次节目已经对评论的一部分内容进行了讨论 那我们这一次把这篇评论的剩下的问题也讨论一下 我还是和周孝正教授做这个节目 周教授你好 你好 我们上一次讨论了一些问题 那么就是说这些问题也是我们说过了代表了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 基本上就是对美国的川普政府表示不满 认为美国川普政府执行的对华政策是不对的 那他基本的观点认为美国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应该回归川普政府之前的对华政策 就是奥巴马政府 克林顿政府 小布什政府等等 过去二三十年一直执行的对华政策 而不是现在川普政府的政策 他认为川普政府政策呢 改变的太多是不会对这个美国有利让中国呢是下不来台 那我们接着来讨论 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这个评论里边他说 说华盛顿呢应该注意不要暗示他在寻求中国的政权更迭 否则呢他可能会让中国公民有更多的理由团结在习近平的周围 而不是要求习近平的政府呢解决国内的严重挑战 比方说这个经济增长放缓啊环境恶化 这两个评论员主要的说法就是说 不能跟习近平不能跟中国共产党说 我要追求政府的更迭 也就是说不能让共产党下台 还是得同意共产党继续在台上 因为他如果美国政府暗示说要让政府让让共产党下台的话 中国人民反倒会团结在习近平的周围了 您认同这种手法吗 我不认同 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出发点 不是我让你中国政府下台还是不下台 那是内政 中国的话也有一句话叫天行建 君子当自强不息 或者叫自力更生 你美国作为一个跟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应该怎么对 你就应该怎么干 至于说他的政权 他到底更迭不更迭 那是中国人民的事 比如说毛总死了 中国人民要不要抓碎人帮 改变中国的颜色 改变中国的阶级斗争维刚 把它改变成所谓经济建设为攻心 那完全是中国的事 你根本你就做不到 你根本你就起不到作用 这么回事 那是客观的问题 那是中国人民的问题 你不能什么都管着 这叫肚或者叫手 手要伸 但不要伸得太长 我觉得这个评论员呢 说这这种话呢 也是无厘头的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政70多年 从1949年到现在 美国真正成为中国朋友 在这70多年成为中国朋友的 没有几年 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边 美国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 或者说用中国共产党话讲 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可是中国的政权更迭 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且不说中国共产党 其实一直在台上 根本没有政权更迭 他只是内部斗争 内部今天你上台 明天我下台 但是还是万变不离其宗 还是中国共产党 这么多年 70多年 美国也没更迭他 不管是美国想了 还是没想过 做了还是没做过 没有起什么作用 怎么今天连暗示一下都不行 美国会暗示吗 我觉得这种话说起来很无厘头 但是他说的很现实 好像是说 美国你千万啊 你川普政府千万别跟他说 你要把共产党给踢下去 这种话 我觉得说起来 本身用您的话讲 是个伪问题 您怎么看周教授 对 这个问题根本不是 你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你应该讨论 你美国优先 你怎么能把美国的这种制度 安排 越来越完善 你解决 首先你解决美国的问题 比如说 一个黑人一死 你们这三百多个城市 就打砸抢烧 你先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 你再解决 解决你们美国两党过度竞争的问题 本来反对党是好事 他可以全力监督 使得全力不会过分的腐败 但是你别把反对党 你变成敌对党了 有些事我看就越来越过度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逢川必反 这就没有是非了 那川普是有缺点 他的政策也有毛病 你可以让他调整 他的规矩 也可能不太好 你让他完善 所以美国最好的一个制度安排 就是所谓的宪法修正案 修正这个路子非常好 我不能根本的把你否定 你有毛病我修正 50个州 50个联邦主体 他们那些法也可以修正 美国作为联邦主体 他的法也可以修正 但修正不是推倒从来的意思 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 他说华盛顿对中国 在香港日益严厉的镇压 所采取的大范围报复措施 实际上可能对香港居民 造成更大的伤害 而不是对中国政府造成伤害 因为这让香港居民 在失去自治权的同时 在财务上变得不确定 更有用的做法是 推出能帮助来自香港的难民 以及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少数民族 在美国重新定居的庇护政策 这是这两个评论员 开出来的灵丹妙药 说第一呢 你就是说 你别制裁的那么厉害 因为你一制裁呢 你不仅制裁了他那个政府 你把这个普通老百姓给制裁了 所以呢 不应该制裁 你要怎么办呢 说香港有难民出来了 你安置他 香港没有难民大陆受迫害的 少数民族呢 你安置他 意思就是说只要他逃出来 你就让他来美国定居就好了 能够有多少人逃出来 香港几百万人 少数民族上千万人 怎么逃出来 逃到哪去 美国有多大能力能够接受这些人 这个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是不是 这个就是说解决的问题 是说你制定一个移民政策 让他们到这来住就好了 制裁 千万别制裁 因为任何一种所谓的经济制裁 不管是对香港的 还是对中国的 势必会伤及一些老百姓的利益 对不对 一定会 因为你分不开的分不清的 那个老百姓住在那个地方 你说他受经济制裁 财务上面金融上面不方便 一定也有老百姓不方便 那他这个评论员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做了 这些制裁都不要做 你就管好你自己 然后做好一个准备 他难民逃出来了 你就给他一个身份 难民逃不出来怎么办呢 他就活该在那受着 对不对 还有在香港 他有这个叫什么 英国海外属地 那个护照 这个本来是说不是英国公民 他不能到公 这个英国去居住的 现在呢 英国人说 说这个海外属地这个护照呢 也可以到英国去长期居留了 好了 中国人说一个说 这个我不承认 这个护照 不承认为旅行的合法证件 意思就是说 你有那个海外护照 你也走不了 我不让你走 我封在你 我把你封在这个地方 你受得了 也得受 受不了 你想走 你走不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美国该怎么做呢 周教授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这个道理 就是啊 你中国政府 你得讲信用 就是你说谎 你说话不算话 这是恶习 必须得坚决的 把它制止 那么我觉得应该英美应该协调 英国就说了嘛 既然你在大清朝合法政府 你把香港本岛隔让给了英国 那个九龙吧 好像是新界是有租期的 所以到了97年 租期到了 我按照信用 我还你 但是呢 中国政府也得讲信用啊 叫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50年不变 那么如果你变了 你把两制变成一制了 那么英国的态度 也是很旗帜鲜明 那你这个香港本岛 我也收回 中英联合声明 对不对 你有没有 有啊 那个文本 都存在联合国的文件里了 那你既然背弃了 你背弃 那我也撕毁 我把香港本岛收回来 就这个态度吗 那美国就应该什么态度 我支持你 对不对 绝对不能姑息养奸吗 哦 你 你撕毁了中英联合什么声明 你都已经给撕毁了吗 那我单方面的 我在遵守有什么意义啊 这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刚才跟你说 不是我还没说完 我就跟你说那个道理啊 就是学年香港 不是 英国给了香港那个 可能据说有三百万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军民吧 你可以到英国来 这是对的事啊 我只要不听你 我还躲 我还走 我只要不听你 还躲不听你吗 美国也应该是 所以他这条主意 是在一定以上是对的 就是美国有的是地儿 你美国在前几年 你就吸收了 容纳了 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一千万到两千万 你想这道理啊 那么如果香港的人 愿意来美国 当然是合法的了 你给他快点 这不挺好的事吗 对对 美国才三点多一人 是吧 你想想啊 你能容纳墨西哥的 所谓非法移民上千万 那你为什么不能容纳 几十万香港的合法移民呢 如果你说能够容纳 美国这么大的地儿 能够容纳香港三百万居民 咱们再扩大一步说 如果上千万的新疆维尔尔族 和哈萨克族 也想移民到美国来说 我不想受中共统治了 美国也应该接受 这一千万人吗 不是 那具体的数啊 咱还得讨论 因为他这有历史的渊源 他不是说你突然间的 你不是香港在一百多年以前 那个大英 不是大清帝国 隔让给他了 隔让他说不是一个渔村吗 人家一百多年 人家还给你的时候 是一个亚洲的明珠 对不对 你美国有的是地儿 你也隔让一块 到了一百多年以后 你就有一个明 也就是一个明珠了 对不对 是这么回事 至于是新疆的问题 咱们得说 你不是像西藏的问题 我觉得就处理的不错 西藏你欺负人家藏族 人家印度说 来来我这儿 叫什么来了 达兰萨拉吗 就来了 人家就来了 多少年了 好像得有好几十年了吧 周教授 您说的这个呢 是印度云雪 西藏的这个难民逃进去了 但是现在 如果是中国 把这个封锁了 肯定中国 不会让新疆的那些人出来 也不会让西藏的人出来 更不会让香港人跑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美国剩下的办法 是不是只是说 你要出来 我就接收你 你要不出来 我也不做任何其他的措施了 是这个意思吗 是 那你像那个 那个 六零年挨饿的时候 逃港的人 就是说为了吃饱饭 人家从广东 深圳那一带 就往香港逃 据说也逃了有 好像有几十万吧 那当然你逃过来 人家香港人 我就收留你 你逃不过来 那怎么办 我也不能 到你们家把你拉出来 这么个意思 你不是新疆人一样 如果新疆他逃出来了 他逃到美国了 那就美国就要 他不就完了吗 是这么回事吧 这就是一个底线 现在其实说的 不是说要和不要的问题 而是说 美国现在能为香港人 能为新疆人也好 能为西藏人 能做些什么 美国人可以画出一块地儿 对对 跟香港人说 你们愿意来 来这儿 完了 用不了多久 这块地儿就变成一个 美国的民主 因为香港有的是人才 你可注意 而且香港也有钱 香港的人比较有钱 对不对 到你这儿来 照张纳税 合法经营 你先给他那块地儿 你想你能接受 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就是一千万 两千万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 接受香港的合法移民 比如说三百万 你看可以 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 而且你不接受 但新疆人可不止三百万 不是 我现在说香港人 你要说新疆可能得有一千万 或者两千万 那么如果我们再扩大说 只要是中国人 你不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统治的 你出来 美国都接受 也是这个一办法吗 不是 你得有个门槛 你这门槛得合适 我在上中一时候 美国的人口好像就是两亿多 现在就是三亿 据说是三亿三千万 美国建国的时候 两百多年以前 它是 好像是三百万 两百多年以后 三个亿 人家增加一百倍 不挺好吗 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说再增加一百倍了 但你就说翻一翻 比如说美国现在是三个亿 它变成六个亿 没有任何问题 中国有十四个亿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有十四个亿 你给它移过三个亿来 然后中国还有十几个亿 你美国现在三个多亿 你再加三个多亿 你六个多亿 不挺好的事吗 大概不止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月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的有六亿人 月收入不足两千元人民币的有九亿人 我想这六亿人也好 九亿人也好 很多人可能如果说美国接收的话 愿意来 这美国能接收得起吗 我还是这么想啊 那你墨西哥的这些非法移民 他们月收是多少钱啊 我没调查过 那咱也可以去调查调查 统计统计看看 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些干活的人 一看 墨西哥人 就是干体劳动的 对不对 我问 是美国人吗 不是 对不对 你想墨西哥的 我是听那三年以前川普竞选书讲 说他要在美国跟墨西哥那边建个墙 他不是要建墙呢 因为墨西哥的 包括南美的移民 他呼呼的来啊 周教授我们说的不是那回事 我们说的是 如果你认为美国对香港人的最大的支持 就是说 割出一个地儿 给美给这个香港的三百万 有英国属地证护照的 是英国属地护照 不是美国属地护照啊 英国属地护照的人说 开个地儿 你到美国来 那么中国如果现在有六亿 或者九亿人说 我们收入太低 我们想到美国去 我们不想接受共产党统治了 美国也应该接收吗 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都应该接收 还是那句话 一百年或者二百年 美国人口增加了一百倍 你当然了 可以说我再过二百年 我美国人口增加十倍或者五倍 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哈 这个下面这个问题 下面这个问题呢 他这我们实际上在讨论 美国对中国的十大误判的时候 谈过 就是对在美国的中国学者 学生和游客的全面限制 会让人觉得是 会让人觉得是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 那么对这个他说呢 如果这里边有个别的犯罪嫌疑的呢 你可以采取更适当的这个更恰当的针对性措施 而且呢 说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学生 为美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跟开始上一次我们讨论的时候一样 做了贡献就应该保护他 不应该不不做贡献的 平常人就不应该去保护他 这个关键的问题是说 就是对中国的学者学生 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 除了那些有犯罪嫌疑的 也就是说随便来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限制中国学生学者的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的科技知识产权 受到这个侵犯 受到偷窃 是因为通过这些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达成的 同时中国的所谓的千人计划 也是通过主要 大部分是通过中国的在这边的学者 然后实现的 所以美国采取了措施 其实现在并没有全面的禁止 中国的学者和学生 甚至不是 甚至是大部分都没有禁止 只是一些学校 个别的科目是禁止了 那么这两个评论员说 这个他说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全面禁止 没有全面禁止 他也许有人在说 但是并不是事实 他说全面禁止呢 就会觉得 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 那么对于中国的学生学者的限制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度还是个度 就是如果你到美国来 你是赵章纳税 合法经营 而且是合法的 而且有名额 名额可以放宽 我不一再说吗 美国200年人口 由300万到3个亿 它增加了100倍 那你可以做一个规划 美国这么大地 我再过100年 我增加10倍 或者5倍 你都完全可以讨论 是吧 但是你不能一刀贴 就是你到美国来 你说我当贼来了 我偷你了 那不行 对对 你当贼不行 你在这贩毒 那不行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还是川普那个道理 我在墨西哥和美国的哪个州 我建一个墙 建个墙上面 你偷渡不行 但是我这墙里有口子 你过来可以 我得有规矩 我移民机有规矩 是吧 你符合条件 你可以来 美国一直就这么干的 我觉得对于中国 更应该这么干 对对 中国的人才 很多人都愿意来 你干嘛不让他来 除了有名额 还有一个就是 他得照张纳税合法经营 他是你美国的一个动力 你得想想 你美国人 有的人他不爱生 或者他的地儿太大了 他有很多的劳动力 有缺口 你干嘛不让他来 他对你美国的经济 他绝对是好事 而且你以前 你墨西哥所谓的南美这些非法移民 或者叫无证人移民 他不也是吗 上千万个多 那中国来了几千万 怕什么呢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评论文章 他是这么说的 说华盛顿对习近平 越来越民族主义 越来越专制的 中国的最好对策式 采取一种不对称的方式 在重振长期以来奠定 美国外交基础的关系的同时 重申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制度 看不出来有什么政策这个方式 他就是喊几句口号了 我们这个美国民主价值观 我说一二三四 然后强调美国的制度好 这就无为而至吗 这不就是 还有他说美国的民族主义只会引发更多中国的民族主义 这将损害美国 他说最好的办法 最后这一句 最关键 这两位评论的人 也代表了一些美国人的想法 最好的办法是 听任中国的战略自行发展 或者自行搁浅 你什么都别管 什么都别说 什么都别做 最好的办法就是听任他自行发展 他的战略有什么发展 让他发展去 或者让他搁浅 他说是或者搁浅 因为他并没有说这个发展下去一定会搁浅 如果让中国的战略自行发展的话 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这种观点呢 就是所谓的没有是非 因为现在我们有国际社会 比如说我们有联合国 联合国有宪章 参加联合国的有好几百个呢 接近二百 而在中国政府都签了字了 这些国际条约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等 你就得你作为一个老大 你得维护正义 你就得按照规矩来 按照法来 你不能说 他为了法令也不管 你说咱别把他激怒 该激怒就得激怒 激怒也不是你的责任啊 你在美国 你是在世界 你是老大 你得维护正义 这是第一位的 对 你得维护正义 比如说正当防卫 但是你不要防卫过大 对了 你不是在海上冲突了 你得分清楚 怎么回事 原来是公海 人家美国从二战以后 人家航行好几十年了 现在你干了 我这弄一岛礁 我弄一人工岛 我告诉你 我这人工岛有12海里 你再过来 我不行 你起着我领海了 我不听你这套 我就紧着你 我就侵犯你那个所谓的 你的心的 这个所谓领海 因为那你破 你破了规矩了 你破了规矩了 我就 我就能姑息养贱吗 周教授 我们从大的方面讲 如果听任中国的战略 自行发展 最后的结果是个什么结果 法西斯 那就是二战的 二战以前那不是有吗 那希特勒干嘛的 怎么来的 那不是你绥靖政策吗 那希特勒战的 好像是哪儿的 是捷克还是哪儿的 波兰吗 你们就不管 你们不管他接着战 战去法国 战去法国 打你英国 掉头来打苏联 所以这是一个 这就是 孩子去换嘛 好孩子你都不能灌 你灌出 灌出坏毛不来了 你还麻烦了呢 你养虎为患 你助纣为孽 他另外一个结论是说 或者听任中国的战略 自行搁浅 中国的战略会自行搁浅吗 这也完全的 重要的是自行 他当然有可能了 因为人比自辱 别人才辱之 家比自毁 别人才毁之 中国历史 就是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他会内斗的 你想一想 你比如说林彪 已经成为了 接班人了 写在九大党章里了 哎啪 林彪跑了 这事你管得干嘛呀 对不对 完了之后 孙人帮也一样 毛总一死 他们就抓孙人帮了 中国就改变颜色了 这些事你管得干嘛 你也管不了啊 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任何措施 只是任其发展 任其发展或者任其自行 从中国共产党建政 70多年前到现在 中国现在不论从哪个方面讲 都比他49年要强大的多 如果自行发展 发展成更强大 他这个 即使是自行搁浅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对世界造成更大的伤害啊 当然了 纳粹嘛 什么叫纳粹啊 国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对不对 这不就是纳粹吗 那么中国你让他自行的发展 他早晚就变成纳粹 明白的事吗 这是 所以国际社会也好 美国也好 应该袖手旁观 无动于衷 不闻不问吗 应该让他自行这样去做吗 当然你不能不闻不问 一再说 你在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 有个国际惯例 对不对 如果他违反了 违反就惩罚他 如果他没有违反 你管人干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你让他自生自灭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出来搅和别人 你知道吗 比如你不能发展 你不是像北韩也是啊 北韩他自己就愿意在那当独裁 他那金三胖子就愿意作威作福 但你不能玩核武器啊 你 你金三胖子有核武器 你首先威胁就是韩国和我们东北 其次你可能威胁日本 就得让你弃核啊 你 所以国际社会在这点上就做错了 他最开始 他进行第一次核实验的时候 提示鲜明 当时我们的胡锦涛总书记做的不错 叫做北朝鲜悍然进行核实验 这词用的非常棒 悍然 可是呢 措施不到 你既然你北朝鲜 你悍然进了核实验 马上我就灭了你 你现在你还好灭吗 你他一个 他那十个了 他一百个了 是吧 这叫公息养奸 养虎为患 就这么个意思吗 所以说你美国对于中国的事 人家是内政 你别管 但是你不能干涉 比如说你不能上那个南海去建岛去 那本来是岛礁 岛礁没有临海 所以人家是自由通行的 你去建岛去 你八下建了七个岛 建了七岛 你马上 你跟人家说 你说我这是 我这是和平的 结果建岛以后 马上你就修跑道 就上导弹了你 马上就给它拆除 一天就不能待着 但是如果说 中国的在国际上的 所作所为 他可能牵扯到 或者干预到 或者是这个破坏了 他国的利益 这可能国际社会应该是干预 但是如果是中国说 我只有国内的政策 可能你不高兴 但是你不能管 我国内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行为自由 没有这个 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自由 这你管不着 国际社会是不是就应该说 任其自由自行的发展 这有一个肚子问题 就是说人权和主权 人权当然高于主权 因为中国人早就说过 民为贵 社级次职 君为轻 什么意思 民为贵 民有人权 比如人权 最主要的人权 就是可以说话 表达 可以看 我们叫知情权 我们可以听 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他侵犯了人权 你就得制裁他 你知道吗 这个是民为贵 这自此物以来 人家从笨子 两千多年前就讲了 民为贵 社级次职 江山社级次职 君为轻 什么叫君为轻 习近门为轻 他是君 他得放第三位 现在反过他了 他成了老大了 你想想 是不是 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 你作为美国 你堂堂的 你得守住正义 正义 或者叫底线 人类的一个底线 因为我们是人类 简单说 你们家孩子 也不能随便答 原来我们中央有句话 娶来的媳妇 买来的马 认我起来 认我咋 错 你们家媳妇 你也不能答 他有人权 他叫妇女的基本人权 你像在美国 美国你打 你们家孩子都不成 你们一打 你们家孩子 让邻居给报警了 警察就来 你打你们家孩子 你要是有能力 你就照顾 你没能力 你就把你们家孩子 拿走了 别人给你照顾 你没有 你没有这个 你不守法 你家孩子 我给你拿走 那是我 你孩子也不成 你孩子就人 包括你打你老婆 能成成吗 当然了 你女子也不能打丈夫 就这么回事 这叫人类社会 对 就是不管是对外 还是对内 任其发展 说不闻不问 没有任何的这个作为 所谓的听认的方法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也不应该的 所以这两位评论人员 在纽约时报上写的这篇文章 我觉得基本就属于垃圾级的东西 他们也许是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但是这个观点 我是真的是不敢认同 是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就还是这句话 对于 顾膝养奸 就是搬你身杂自己摇 那个希特勒欺负 波兰是你不管 教头就打你 一样吗 对 对 那好 我们今天呢 就结束了 对于纽约时报 这篇评论员文章的评论 我们感谢我们的观众 也感谢周教授 参加这个节目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